農業發達的雲林館 將屬農業的人口已經出現嚴重的農法現象 在這裡人間又很難請 很多人擔心這個問題 很影響到雲林農業發展 占對出事農委會主委 占博基最近表示 將會命令這開始 企盤農業外路的制度 農業大限嘛 那人力 這個資源上可能比較不足 那如果說來示範一個 就是企盤哪一些區域 哪一些類別 就是農業產品的類別 這些來企盤這裡 那到時候如果說 全面性的來做一個開放 這樣可能比較適當 雖然農委會有機會 要來企盤農業外路的制度 但是劉農部有意見 他認為會遵守本地農工的感受機會 對處特席新委 如果有中央部會出面 來整合本地委員 要討論農業的侵略 結果農業侵略的訴求 這樣應該比較圓圓 是不是來引進外勞了以後 會不會打壓到我們的本勞 這個議題 這個是可能比較嚴重 那我是建議說勞動部還是農委會 農委會是農產品的主觀機關 可以來稍微整合一下 就是這些新住民 還是說我們的中高齡 還是說我們的 比如說青少年新鮮人 這個返鄉的青少年 可以投入我們的一個農業 這樣大家來做 這樣可能比較比較圓圓 因為路動部的反對 農委會明年齊農業外路 伺版界階 是不是可以入侵進行 也是一個問題 不過農業香港的問題已經很佩服 因為農業的工作 不然操長 而且還要有相關的技術 問題的路工 是不是有議員要做 也是一個大問題 記者以免為蔡王報道